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美化灵魂 36岁艺术家法提库区克 出身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 中部城市凯瑟里附近小镇萨勒兹 维承亮相法提库区克这位涂鸦艺术家 竟然是色盲 法提透过艺术实践社会参与 一边念奥尔度大学研究所攻读电影 面试制作一边利用三年的时间 赴土耳其79乡镇 义务替天乡学校画壁画 还积极向海内外天乡毛遂致建 只要对方提供住宿 他就当志工帮学校画壁画 三年齐期间 法提走访海外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乔治亚 日本 南韩 和台湾担任创作志工 截至2019年 法提已在这些国家中 约200所偏乡学校留下画作 后天发现自己色盲的事实 法提一路靠画壁画 与国内外各界结善园 造访土耳其79乡镇 画片海内外200所偏乡学校 一步一脚印打造山林 艺术教育园区卡通模仿 免费且优先提供给地方 或是偏乡的孩子 在所有土耳其 体制内各种艺术学校以外 卡通模仿是唯一一个 可以学习动画艺术的开放基地 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都慕名而来 法提发掘现金动画 隐含暴力价值观 旨在透过动画教学改变世界 希望下一代富有想象力 懂得欣赏美且强健心灵 他已至工画家 画遍俄罗斯 日本等十多个国家 深受台湾福尔摩沙 美丽宝岛风景 人文等浓浓人情味吸引 近年更致力筹划建立台湾 天乡孩童动画教育园区 由是法提不远千里 画画为爱 画片世界 还跨国创办卡通模仿 异教动画改变世界 不愧为土耳其色盲艺术家